那第一个是日本在昨天发布 就是大陆船只在钓鱼台周边海域 两艘大陆海警船 然后你看到另外还有两艘 其中一艘是类似搭载机关炮的装置 已经99天在钓鱼台周边 发现了中国公务船 不过过去我们就讨论过 它一年365天 大概几乎是350天吧 但没有不来的 那中方也发布了 3月28号凌晨 日本两艘船 在日本的海宝船的伴随之下 非法轻船 所以这个大陆海警 13洞1还有13洞两舰 持续跟肩驱离日本 因为在钓鱼岛附近的 这个也是常态巡航 天天都来 就完全像丽将军讲的一样 所以用这个概念 我们想想看 如果放在我们丽岛会如何 另外一个很有意思 之前蜡碗报不是播出这个 大家都觉得哇 有这一招啊 过去我们都看到 在海上用水炮 来对付这个菲律宾的船只 现在是植巴 这个直升机 有没有吹啊吹啊 这个飞沙走石啊 逼得这个飞方的人员 最后是跳海走壁 那很有意思 当时丽将军提到 一个关键问题 这植巴哪来的 为什么莫名其妇 为什么莫名其妙就来个植巴 公布了画面 央视公布 这是解放军有两艘 这个动拐腰抵达了南海 五指山舰和长白山舰 组成的这个舰艇编队 也就说应该是 由这两艘带来的嘛 就解答了立将军的问题 有看拉丸报 立将军提问 央视帮你回答 还有这个最新的画面 当然在这个水炮 还有在这个植巴的 这个事件当中呢 有一连串的 这个后续的一些讯息 包括你看到 飞方开始指控嘛 这个水炮 我们昨天还讨论 中国大陆把这个高压的 这个水炮还列为管制 管制出口 所以那还不是 不是我们想象的 一般那种什么 救火的水炮不是 应该是一种蛮特别的 高压水炮 管制出口 所以确实很厉害 你看被打到头破血流 都缝了几十针 然后呢 发布了这个照片 三名伤兵受访 精神看起来不错 挂着勋章 一脸笑意 应该是在医院里面 还穿着这个病人的服装 委员怎么看 钓鱼岛跟菲律宾 菲律宾被水炮 冲击到不是正面的冲击 如果正面的冲击 人会当场倒地 不一定会死亡 但是不可能这么快 就站坐起来 一定是侧面弄到的 这种水炮是比我们 平时有打破玻璃 玻璃当然会破 水整个冲净 一定破 因为它比我们一般的消防队的 魅火水枪 还要至少强个五十倍 五十倍 因为距离要更远 然后力度要更强 所以船上配备的压缩机 马力数更大 因为它毕竟是一种海警船 要执法的 如果你走私了都打不赢 你不很好笑 有关于用直升机吹 这真的是一招 也亏解放军 哪一个年轻人想到这个怪招 从来没干过 这个怪招很有用 因为刚好铁线交水退了以后 刚好都是沙 人家抵挡这种风沙 除非你配备什么防护镜 全身 可是万一那个沙打众脸也很痛 风非常大 很痛 这样都讲不通 它用什么 用两艘登陆亭过去的 这个登陆亭 你只要想一想它什么 每一艘登陆亭上面 有四架直扒直升机 不是一架 是四架 然后呢 它还有四个气垫登陆船 四个气垫登陆船 每一个气垫登陆船上面 有机炮 还有主力坦克 注意到 它是载主力坦克 它不是载什么 轮式啊 步兵车 不是 主力坦克 所以知道说 这个登陆亭是重武装 绝对是重武装 那除此之外呢 它应该还有很 差不多20台 还可以装20台的 这个陆战用的车辆 就是那种轮式的 那种运兵车啊 简单的比较轻武器型的 你说这个武力 这个丽将军很清楚 这个比我们一个连都还强啊 哦 这连了 它已经是一个履籍了 一个履籍 它人不一定很多 但是这个火炮 能量很大 所以我一段时候听过一个 台湾的某一个国防部署的 智库的某一个姓苏的时候 哎呀那个大陆那个登陆亭 没什么了不起啊 我心里听得不想该哭还是该笑 你有必要这种忽视现实去面对嘛 这个是你告诉阿兵哥说 那个不用怕你不用跑啊 对不对 你不要害死这些阿兵哥嘛 那你说他的主力坦克 对不起啊 就是我们想买没买到 M1那一极了耶 994 对 你知道吗 那我们讲说我们要买几部战车 我怎么想哦 纯粹从战场形势来讲 那一天不是美国说跑到这个加萨走廊说 要做人工船屋嘛 然后可以从海上 从船上海上一直扑到岸边吗 那你知道美国那个船 扑的距离多少 200公尺 你知道大陆这个扑的多少 一公里 可以扑一公里 是啊 它浮在水上就过去了 它其实资料不晓得可以再多种 但是主力坦克不一定行 但是陆军的轮式战车应该可以 所以 有时候这种装备 我千万不要去责备我们的军人 他是我们子弟啊 是的 我们的力敌啊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我们什么时候给他们这些装备 我们连个什么 连个密录器都没有啊 对不起啊 将军 你那个子弹 那是很落伍的子弹 不是 没有落伍啦 只是口径很小啦 对嘛 口径很小 我终于套出立江林讲实话 5.56公尺而已 对啊 我看那个箱子我吃到那个 哎呀 不枪弹而已 对不枪弹啦 不是 人家来的一定是机炮跟机枪 对 金水文都在问说 那个干扰枪怎么没有 所以我们每次看到 这个福利福利公布的画面 都是一个局部的画面 但是如果说这个画面 再往上拉的 拉开这个海洋的话 你就会发现中国大陆的布阵 有没有船啊什么都在旁边 不会孤孤单单的 就一个直扒 就一个这个水炮艇 绝对不是啊 要拉开来看 所以当然这里就是 怎么讲 双方合演这出戏 你要演我就配合你来演 大家好我是主播赖正凯 你知道胶原蛋白会随着软骨的退化而减少吗 掌握增强行动力的密码 35岁就是个关键 你想要嫩Q嫩Q的就要搞懂你的身体宇宙 虽然我常常写错字所以我就要错别字 但挑选保健品倒是没有错过哦 一天两包4D具有专利胶原蛋白 增强行动力 跟围棋上山下海跑新闻 实际研 德国专利胶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的原料进口 专利BCP生物活性 平均分子量3000道尔吨 小分子好吸收 重要的是重金属 需要检验SGS检测 全都过关 品质把关 有保障 成分单纯 零添加吃了超安心 无论你是营法族 还是运动健身族群 都十分推荐 因为这不是要 保养习惯从现在开始 90天的青春游感计划 打造行动游感每一天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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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